小丑一般是出现在舞台上或者是街头的表演当中 但是呢在以色列就有一群医疗小丑活跃在医院里 他们正在逐渐成为医疗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发会的报道 爱林儿童医院位于西耶路撒冷 这座医院在世界儿科医学领域享有较高生育 在医院中工作的共有三名医疗小丑 斯加利·奥菲尔是其中的一个 上大学时他是学表演的 五年前开始从事医疗小丑这个职业 当他换上小丑服装出现在医院的走廊里时 医院的气氛好像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起来 尤其是小病人们开心了许多 爱林儿童医院下午有两个病人 其中一个小男孩名叫安纳托里来自塞尔维亚 他患有先天性的神经方面的疾病 导致动作不是太协调 整个理疗过程要持续大约半个小时 斯加利说每次在开始理疗之前 他都会与理疗师进行沟通 共同确定理疗方案 今天他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安纳托里 做足够数量的站起蹲下动物 锻炼这个小男孩下肢的协调性 在斯加利的陪伴下 原本可能枯燥的过程变得有趣起来 安纳托里经常被斗的开怀大笑 顺利完成了锻炼任务 在以色列伊拉小丑这个职业最早出现在2003年 目前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 以色列在这个领域都位于世界前列 医疗小丑的总人数已经超过百人 海法大学设有医疗小丑学士学位 这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 不过在斯加利看来 伊拉小丑仍然是一个刚起步的新职业 需要来自社会的更多关注与支持 央视记者伊拉小丑报道